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生老病死 但是星云大师 他把生老病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 叫做老病死生 意思是说人死了以后他还会生 生了以后他又会死 生生不息循环不移 那么星云大师他还告诉我们 将来来世他还要做一个和尚 也就是说在生死轮回当中 他是自由自在 没有任何挂碍 他说我没有病 他说我只是活动比较不方便而已 他说我的内心里面是自由自在 我很欢喜 我是与病为友 佛光山开山 星云大师 他的年龄已经有97岁了 那么生辣也就是说 他出家的这个时间 也已经有85个年头 那么甚至于呢 出家授戒 就是出家人一定要经过一个授戒 也已经有82个年头 那么来到台湾 弘扬佛法呢 也已经有70个年头 他这一生啊 弘法 真的他的贡献 是无可限量 那么昨天呢 也就是2月5号 农历的正月15 下午5点的时候 在我们众弟子的念佛声中 安详的四集 那么我们非常感念我们的师父上人 这么样子疼爱我们 也疼爱所有的众生 那么也谢谢各界 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 不断的关心 不断的关怀 在这个地方 我先代表佛光山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 那好像我有听到媒体朋友 想要了解一下 家师的一些生病的过程 那么我想啊 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生老病死 但是星云大师 他把生老病死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 叫做老病死生 意思是说 人死了以后 他还会生 生了以后 他又会死 生生不息 循环不移 那么星云大师 他还告诉我们 将来呢 来世他还要做一个和尚 也就是说 在生死轮回当中 他是自由自在 没有任何挂碍 那么我们都知道 人都会有生病 也都会慢慢的衰老 那么我们也问 我们的师父上人啊 老了病了以后 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他 那大师啊 跟我们说了一个 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一句话 他说我没有病 他说我只是活动 比较不方便而已 他说呢 我的内心里面是自由自在 我很欢喜 我是与病为友 那么他常常还告诉我们 或是告诉信徒 他说我要用生命 祝福每一个人啊 愿你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幸福快乐 平安健康 我想这个就是星云大师 他面对病苦的时候 他内心的一个写照 而且呢 不止一次跟我们说 有时候我们看到他 在跟客人见面的时候 客人也都是很关心 家师的一些生病病苦的事 他都一样用这一句话 甚至于我本身是 我们佛光山有一个叫青年团的执行长 他对年轻人也是在说这一些话 所以他的一生啊 真的是不但贡献无数 他心灵上面的那种丰富 让我们真的是非常敬佩 所以今天星云大师 虽然离开我们 但是他所有的言教 都深深的刻印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所以今天各位媒体朋友 过来 我就特别把家师的 跟我们尊尊教诲的这些看法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说明 谢谢大家